一个是他没有资格 第二个我们好不容易赶走了前物业 结果他又出现在我们第二届业委会候选人的名单之中 就很离谱 天元宜城小区位于湖州无星区爱山街道 开发商是湖州新华制业 小区在2012年左右交付 小区的公告栏里贴着很多材料 其中有一本第一届业委会的辞职书 说是新老物业的交接 小区外墙渗漏修补 小区负一层的管理等问题 业委会虽然努力推进 但得不到方方面面的支持 导致效果不佳 小区里部分业主对业委会表现不满 所以业委会决定辞职 下面有第一届业委会成员的签字 时间是去年7月8号 这份材料旁边有业委会换届选举的公式材料 业主们对其中两个人存在质疑 第一个是筹备组的这位郑先生 还有一位是业委会候选人里的这位劳先生 郑国强这个人呢 他是不符合进入这个筹备组名单的 然后他是我们前物业的工程部的人 候选人名单是这样子的 就是出现劳志忠这个人 他劳志忠呢 是前物业的经理 业主们介绍 之前为小区服务的建发物业 是开发商聘请的前期物业 外墙渗水 电梯安全这些问题 他们都置之不理 迟迟不解决 记者在小区看到 不少窗户外面涂了一层涂料 业主们说 这是用来临时防水的 为了彻底解决小区存在的问题 2020年 小区成立第一届业委会 通过公开招投标 跟现在的景锐物业签了合同 合同约定 景锐物业从2021年1月1号开始为小区服务 现在就是一个小区出现了两个物业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1到5号楼的小区呢 就是里面是上海景锐在负责物业工作 但是外面的商圈 然后包括我们小区内部的电瓶车的充电桩这种东西 一直是前物业在把控的 业主们说 小区1到5状是住宅 6到9状都是商铺 新老物业交接时 原来的建发物业把住宅楼的提控系统都拆走了 景锐物业客服部的赵主管带记者来到小区地下一层 这里有个配电房 这个里面就是那个商铺的配电房 它这个里面的配电房是他们在管理的 是没有移交给我们的 就是电费是 他们在收 业主们说 成立第二届业委会 本来是想把新老物业的交接 小区渗漏等问题妥善解决 现在 前任物业的人来参选业委会 让他们觉得很不踏实 业主们告诉记者 小区外围商铺有不少没卖出去 这次业委会筹备组以及候选人里 两个跟前任物业有关的人都是以商铺业主代表的身份参与的 比如筹备组里这位郑先生 后面写着宁波凯迪投资有限公司 这家企业就是开发商成立的 业主代记者来到小区三壮一处住宅 说小区前任物业的人就在这里办公 记者跟这位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 想找一下郑先生和劳先生核实一下情况 工作人员关上了门 现场等了一阵 再去敲门 对方没有开门 有业主提供了那位劳先生的联系方式 记者打过去一直无人接听 发了短信也没有回复 在来到楼下 业主们认出了一名男子 说就是业委会筹备组里的郑先生 你好 郑先生 他们说那个选举业委会的事啊 说您是这个前物业的 是吧 我是打工的 务业的和政府的事情 政府的事情 跟我们回去的 那个您拨凯迪投资有限公司 您是这家公司的了 等于说 是吗 我看那个筹备组里面 他们说那个人就是您 是不是 记者陪着这位郑先生走了一路 之后再怎么问 对方都是一言不发 直接离开了小区 新劳务业交接的时候不是负一层一个停车场吗 因为这个停车场收费比较大的嘛 所以劳务业不肯放手 所以叫他把那个电线去捡了 没反应 就像现在一样 你问他什么都不想 基本上就这个状态 不想 他就不想 保持沉默 让业主们担心的是 根据现在的业委会候选人名单 前任物业的负责人劳先生 有很大概率占据一个业委会成员的资格 他作为一个商户的代表 他是我们必选项之一 也就是说必须要选 我们没有 我们唯一的选择的这个余地的话 只能在业主的八个人里面选五个 其他的两个人 他是必选项 没有选择余地 根据选举规则 小区本届业委会一共七人 其中一人从属地社区两委委员中选举产生 其余的业委会名额分配为商铺区域一名 住宅区域五名 在候选人名单里 商铺业主只有那位劳先生一人 那你们可以不选他们呀 但是我们不想在一份错误的名单中去选 就是我们觉得他本身就不符合条件的 他就不应该出现这个名单之中 业主们的理由是 根据选举规则 筹备组和候选人都不能有欠缴物业费的情况 而郑先生和劳先生这次登记的商铺都存在欠缴物业费的问题 郑国强那家公司他们那个物业费缴纳大情况是怎么样的 从2021年我们介绍之后就没有交过 二楼 就一楼是在交的 对 劳志中他那个商铺说也是没有交过远费 他那个房子也是租出去的 租出去你说租户交费的时候是从成都知事起交的 他是从2021年的1月举办法交了远费 然后就说2021年就是刚才那个日期之前就没交过 记者跟业主们一起找到属地社区 社区的图书记介绍 正常的业委会换届一般由前任业委会牵头去做 但天元宜城小区这次是非正常换届 所以由街道和社区牵头做相关工作 他本人是筹备组的副组长 他们原来叫开发商 但是现在的话他们是代表是商户 而且前期他们来报名的话也只有没有其他商户来报名 就只有他们来报名 我看那个业委会选举的细则的话 就是只有他一个人报名的话基本上最后也就是他 那不是的呀 他要超过半数以上的 他如果这个半数这个通不过 那肯定是反对的多的话就是他是落选的嘛 至于业主们提到的欠缴物业费的事情 图书记表示第三方公司登记的信息里 显示业委会候选人劳先生没有欠缴物业费 至于筹备组里的郑先生 前期的话我们跟他们去核实的时候 这个物业明确跟我们说他们是缴了的 没有来跟我们反应 因为这个名单出来都要公示的 都没有人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反应说 他们没有来缴 图书记表示针对业委会候选人里那位劳先生的问题 他们已经要求谨锐物业 把欠缴物业费的相关数据和凭证整理出来提供给他们 至于筹备组里那位郑先生的情况 图书记表示也是刚刚才知道 业主们有这方面的想法 他会想接到反应 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处理 要不要把黄金眼去出报道